Lio聊世紀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破壞人追上打打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幽靈虎 幽靈虎的話是CD5決定版第一季剛出的時候 是比較算熱門的圖 我記得那時候沒有阿拉伯可以打 非常神奇 很多人都會把這樣當成當死的阿拉伯來打 那確實在當圖也是很像阿拉伯 因為他中間除了少數的魚群還有一堆羊 通常會玩的人一開始都會去中間幹羊 就是先把中間的野羊全部找回家 自己家的羊不是重點 所以一開始就看到兩邊在爭奪羊的狀況 很容易有吃個吃我就會打起來 最後來看一下兩邊搶的搶如何 看起來打打這邊好像沒有找到很多羊 只有找到兩隻 四隻 OK那這一開始兩邊都非常正確 趕快去中間找羊 但並不知道這裡還有一隻 好那我們這場比賽也是用這個未看數模式 去看一下雙方的一個點位 那這個就是平常玩家們看到的畫面 非常非常的暗 基本上應該是這樣才這樣 這樣才是遊玩的畫面 那其實遊戲的視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都會說少戰沒有用 但其實在打玩家的時候 少戰是最有用的一個東西 像例如這個黃金礦的位置 在這麼前面的一個位置非常難守 那你就要在這邊插一個少戰 不用插太遠 插這個位置 假如是TC 那你少戰插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邊 超大一個範圍 所以就是少戰 盡量插在邊界的位置 就是效果會非常好 比較能反應的怪 敵人殺怪的時候 那viper之前也就是 有用類似的方法在練習 就是viper他會故意 在打天氣的時候不圍家 然後只靠自己的房屋室友 去臨時反應 對手殺怪 然後怎麼臨時做對策 的一個玩法 這個算比較進階的一個打法 那基本上好像也只有viper在這樣練習 其他玩家也是超少戰 然後圍家的方法也是比較多 但其實viper在打比賽的時候 我也是會viper 因為他覺得打比賽不能開玩笑 好 那來看一下波蘭這個文明吧 波蘭文明是我最喜歡文明 那他的文明特性 是 村民黑暗時代開始就會回血 灰滴滴血慢慢回 那每個時代回血速度是不同的 那帝王時代就回最快 那波蘭除此之外 還有這個 大莊園可以用 大莊園的話 插這個位置 然後旁邊在灑農田的話 農田一建造好 就可以立即收成10%的食物 那個食物威能 非常好的 那再來是 突然這樣子波蘭還有這個挖石加成 這個石頭 挖石頭的時候會慢慢產生黃金 所以波蘭的人可以算是說 以礦產資源 產黃金數量最多的文明 而外的黃金數量是最多的 欸這個怎麼蓋到一半沒蓋 蓋到一半突然去拉豬 把豬拉回來 並且被幹走 好 好 那 稍微講一下這個 圍架的方式 看起來也好像不用講 都圍差不多 好 這個張圖 就是基本上可以把它當阿拉伯打 就是你阿拉伯怎麼圍 幽靈符就怎麼圍 好 那這邊有刻意露出一個洞來 讓這個趕路比較好趕一點 那波蘭這個打法很濃喔 算是暴濃的一種打法 那他這個打法的話優點很大喔 就是 可以馬上出這個漏馬 漏馬跟這個棒棒都可以 但目前看起來 忽然是四幕開的話 這邊是可能會打漏馬的機率低一點 可能會打這個射箭槽 可能是會更高一點 那他這個時候已經快要上到這個封建時代了 這邊有點卡落喔 差一點 差兩落 哈哈 OK 點一下封建時代 OK 那這邊點一下封建時代之後 這裡應該會先補一個均勻喔 待會175木的時候就會補均勻 欸 這邊是要先挖 喔 挖木頭 OK 挖木頭 那這邊就應該是蠻標準的一開掘 應該不是打什麼極限棒棒阿 或是刺頭開掘 這邊不會打漏馬 好 那打打這邊有煩 是打漏馬 打這個棒棒喔 不是打漏馬 打棒棒的話 那沒意外破爛就會出這個射箭槽 去防守 這個棒棒的盡頭 好 這邊有維持 OK 那基本上波蘭這邊有很多安全地方可以去用它大莊園喔 立即收成大量食物 然後慢慢打就死了 OK 軍員補下了 那打打的棒棒也出門了 欸 打打的軍員還拉兩村出門 這看起來是要前置箭塔囉 那他稍微誤射了一下 看到波蘭的賭金在外面 把自己家圍死 然後 欸 直接漏進來 喔 這邊空還不錯 好 那棒棒開始敲 那射箭場可能會蓋這個位置喔 門口 對 蓋門口讓對手比較不好進來 好 那這邊直接下廖望台 那打打是 前置射箭塔加廖望台 哇 那這個廖望台其實蠻兇的喔 因為他這個插會直接插到骨子 波蘭的話 一開始模仿一插骨子這裡 那他這邊大莊園 就不能輕易的在這邊撒田 好 那這邊廖望台蓋到一半不蓋了 因為波蘭也是有直接下一個廖望台 這邊直接取消 那這邊廖望台我覺得差得不錯 直接守住大莊園喔 大莊園是對波蘭來說是最合心的一個建築物喔 基本上經濟就是靠他發大財的 好 那這邊棒棒跟戰茅出來 直接雙射箭場 哇 打得那麼兇喔 你不是庫曼欸 你頭這兩個 是300多目呢 好 這個打得那麼兇 好 那個波蘭一集目點下了 這時候點下一集目還行 好 那你看這邊波蘭喔 這裡挖四金 然後黃金慢慢的跳 基本上波蘭龍挖金喔 是不需要 喔 挖石頭是不需要挖金礦 也可以送到城堡時代的一個文明 也不用礦奶奶 你只要挖石頭 黃金就會一直慢慢跳上去 所以波蘭的優勢是蠻多的 而且我覺得波蘭他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可以打馬 也可以打破冰 也可以打破冰 工兵有強母母子版 而且還有三級射 雖然沒有三級射 但工兵版就是需要攻擊就夠了 防禦不重點 那他的馬 而且馬雖然沒有三級馬 他至少還有品種 重點是他的大肉馬 這個踐踏效果 踐踏效果超強 可以各種踩踏敵 OK 這個劍塔可是重拾好 哇 那這個塔可以建得起來 那這邊 弓兵就可以進去 變塔弓弓 那這邊可以對射 對射的話 只要靠弓兵 就可以增加這個劍塔傷害 那增加劍塔傷害的話 這有個細節 就是其實只要放四隻弓兵進去 這個瞭望塔傷害就變最高了 所以這隻村民其實可以出來了 那這邊村民 你看這邊就要投資五隻村民在裡面射 那他這邊只要投資四隻弓兵 就可以對射 就可以對射 所以這個塔弓弓的一個要求 就是要讓對手 花大量村民進去劍塔裡面 做反制 那還有一個細節是 再毛進去 是不能增加攻擊力的 你一定要出弓兵才可以 所以這個四季立國有很多 需要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 平常有在打天梯的人才會知道 好 這邊 村民趕快來修 好 那檔案彈起來趕快進去 好這邊 過來硬砍 想要修的村民嗎 這邊小風過來救一下 好 廖門塔來射 OK 出來修一下 出來修一下 OK 射後面村民 射了什麼 欸唷好險 那波蘭的優勢就很明顯出來 你看這邊村民 剛剛出來修一修 然後進去之後 廖門塔 欸血又滿了 所以波蘭在打塔弓的時候 算是首選文明之一喔 塔弓有相當大的優勢 所以封建塔弓甲塔的話 我覺得波蘭是首選之一的一個文明 跟日本那些文明比起來 我覺得波蘭更適合一點 還有韓國 我覺得波蘭真的是蠻棒的 你看那些蛙石都還有文明可以拿 真的是鑽爛鑽爛 完全不虧的一名 打塔弓不虧的 OK 那這邊順利得守住了 打打家裡經濟很差 你看它前面 投資了雙射劍塔的關係 雖然在這邊前期 是沒有太多的田可以灑 但是也沒關係喔 因為幽靈火這張圖 有很多的羊可以死 也可以算是度過前期來說 是相當OK的 好 右邊這邊再騎個塔 想要從這邊射進來 但是這邊又拉了更多村民 亮王塔 亮王塔這邊可能波蘭會顯卡 這個可能蓋得起來嗎 有點極限 蓋不了 因為兩村蓋真的太慢了 而且這邊一進來的話 這隻村民可能會死喔 這個村民會不會回血顯得就很重要喔 在塔安宮的時候 不會回血就會操作空間就比較少 那不然這邊 村民一直都是寫滿的 死村機率非常的低喔 但是這邊 KD2 這邊有殺到村民 這邊有殺到一些將尾而已 這邊雙射箭場小公司蠻多喔 15隻 那這邊是8斤喔 可能大家會補到8斤喔 或者直接喔 又靠這個買賣喔 上這個殘寶時代 那這邊可能會補一個4斤 把這個洞堵起來 那應該打打不會浪費掉 這裡有這麼大量的空兵有守 應該好還在找 繼續找亮王塔的地方 開設 欸這是顯示BUG 所以這個關障模擬器喔 BUG還蠻多 這考慮要不要用原本的 內建的關障系統就好 不然這個BUG真的是有點 拖起來有點困擾 好 左邊這邊 利用一個箭塔去騷擾 然後強制對手來這邊也跟上個箭塔 而自己想往左邊射 好 這邊蓋燒蓋好 但這個箭塔蓋燒取消 好 所以就是逼對手 用兩村的一個箭罩 去換對方五村 去蓋燒王塔的這個 資源跟能力 這個算是比較標準型的騷擾塔法 通常新手很容易就被這樣子 箭塔這樣蓋子蓋騷擾 然後很容易就被弄爆 我自己也是 很容易就是插一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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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還有這麼多空間的情況下 只要沒騎一個塔 他就可以放四隻小弓進去 增加這個箭塔傷害 所以就會非常難打 難打地方是在這裡 OK 那這邊直接取消掉 戰毛過來 戰毛是讓其實蠻多的 那你打打這邊優先點一下城堡 實彈 但波蘭還少了一點 那這邊是 確實是靠一些買賣 買了一些食物 買200食物 這邊挖進的村民是蠻多的 OK 靠買賣上了之後 波蘭應該會先打一個農事 因為他自己本身 這個文明時代 有點落後 就不太可能 在這個初期 就爆了大量的一個單位 出去戰鬥 那比較有可能是他層出喔 先爆雙馬救 然後騎士爆先出去 然後再加一開下TC 開弄 不太可能城堡時代就直接 ALL IN 就是城堡ALL IN流 不太可能 那這邊打打 應該會打個強攻 可能會在前面再前置一個BK 然後這邊再蓋個TC 或城堡 直接把這塊金 守住之類的 因為打打這邊 你看他挖石頭 挖了蠻多的 因為他這邊要前置的城堡 是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現在由於打打不知道 對方是不是要上城堡時代 所以先把兵拉回家 但其實他是 有一個 時代優勢在 那如果有時代優勢的話 我以上弩兵 就可以打得贏這些毛兵了 就可以趕快拉這個村民 去ALL IN蓋城堡 會更好一點 這邊是不是要去蓋城堡 看起來很像喔 拿著槌子出門了 移上城堡時代 他發現自己有領先時代的優勢 直接馬上出門 然後點下騎士 跟弩面升級 二級射一點下 OK這個流傳非常完美 這邊突然出來 要前置堡了嗎 這裡差一根堡很舒服喔 但是破爛也是有挖石頭的 而且這裡有大量戰毛優勢 城堡要好優先先蓋了嗎 哇很尷尬 兩邊投石出門 大家看到村民出來 城堡直接先蓋了 OK但是這裡有奴兵喔 但戰毛還沒按三級 奴兵過來就完蛋了 這邊毛兵可能要跑 會射不贏喔 這個奴兵直接硬射戰毛 還不是戰毛 但是直接硬化還是換得掉的 戰毛這邊光兵也出來射 竹子這邊城堡蓋起來 哇這邊城堡蓋得起來嗎 還有一千滴血 哇蓋不起來 尷尬啦 變道特寶 而且自己的毛兵也全部被送掉了 戰毛兵升級 沒有任何一戰毛在場上 哇 這邊是不是不應該這樣子硬打 自己損失掉六春 被射死了六春 然後毛兵也全部送光 這一波前期交戰 突然好像吃了大虧阿 好那突然前期失利 城堡也delete掉了 呃 再來有可能城堡會在蓋這個位置 就是把這個位置 反面上可能還是要守住一下比較好 不然對方的頭側很欠了一句 可以從這邊直接砸BC 就直接砸掉 直接開始砸 就會有點會常用頂級 哇這個卡是不是拿把刀的掉 還是可以 已經極限了 好打打慢慢轉出馬鈴 打打還是要打馬鈴比較強 因為馬鈴他有一個速成 安閒泛術 跟這個母子環的免費 所以在打打打成出的這個 這個奴兵優勢獎大 這個免費母子環實在是太香了 還不用眼罩 鏡照死 好那城堡中心三個補下 打打這邊補下2TC而已 3TC還沒有補城堡是蓋前線 那蓋好之後 再補下一個BK 我們要先來挖礦 因為挖礦可能還會挖 頭就趕快挖 欸 就個這邊射進來了 哇 這邊大量村民直接被射到右邊 TC還沒蓋好 那這邊大量村民 又看到這邊又有個TC 再射一下 戰狼開始步步為一 好這邊 騎士過來想要來砍戰狼 這邊又要射11吋 少了7吋了 破爛村子只有43吋 打爛51吋 彈戰毛數量越來越多 但沒有彈道學各種打歪 工兵持續在布蘭加林了 這隻騎士有點煩 對戰毛有點不太好打 硬點硬點 哇這邊想挖石頭結果被抓包趕快跑 出奴套 但是沒有勝率喔 這隻騎士要先解決掉才有辦法輕鬆解這些奴兵 秋高玉還沒有蓋 還沒有木頭 很慘很慘 這個騎士只能慢慢地 現在打打最後希望就是這隻騎士 但騎士也快要被戰到頭死了 哇直接硬頭 用戰毛頭死騎士 因為這個騎士沒有防禦 非常薄弱 但這邊殺村殺了蠻多的 殺到九村了 哇已經賺很多了 已經差距十一村了 好 那突然農田也被燒到的關係 所以自己的農田並不是很多 開始有點斷村的狀況 好 那達拉這邊也是買了一點肉 卻不見肉量起來 那戰毛也順利的解好了 這一筒奴兵 這個奴兵五號一過來齁 這個奴兵應該就是放棄治療了 想來換掉一台奴兵 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戰毛也順利的解釋 OK 好 那我們先加速一下齁 那應該這邊就是開始農 大家都開這個就是你農我農 真情相擁 好 那出了一隻雀靴 來探地不用了 這邊來堵一個城堡 頭車 停泡 開始 折起來 然後就開始炸 欸 炸一炸被這個料塔給弄爆了 好 那突然這邊在 哇 這邊自爆兵炸了一波 想要進去但城堡蓋到一半 然後這個洞堵起來了 欸 這波打得不錯欸 哇 雀靴出的蠻多的喔 欸 這邊在補下來 攻城一隻盜手 然後都打在那裡圍起來 不然這個防止爆了他會衝進來 欸 波蘭這一波守得很不錯 他這個大中原 自敵大中原 OK 這爆兵再來炸了一波 哇 要打進去了 大量雀靴 OK 直接殺進來 但是有投資車防守 而且這邊村民蓋得很不敗 這些第二波公司 並沒有那麼稱心路 但炸妖頭還在蓋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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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要是殺進去的話 破爛門會直接被秒殺 哇 正進來了 但是有城堡 哇 城堡殺的很快 原則是二級射的一個箭矢 所以全戰有二防了 但是還是被捕到還是有點痛 這個城堡還是很高的 好 上到帝王十大波蘭 馬上點下軍銀頭司機 那達達也是點下帝王十大 那軍銀頭還沒有點 反正是先升級手推車法 先煮農再說 波蘭這邊可能還是要趕快 去點下這個手推車 增加自己的農庭效率 這個情況他會怎麼打 其實我有點看不太出來 這邊增兵技術可能會來不及好 那這個屍體 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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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及 應該沒意外我還是會打馬工吧 因為波蘭這邊看起來是要出馬 波蘭的馬是蠻怕弓箭的 打這個馬工是剛好的 好 波蘭點下馬的防禦力 所以要來點這個便宜 其實是蠻貴族特權的 OK 那這邊找個時間點下手推車 手推車一好 應該就可以有 有效克制對手的一個 進攻了 這個隻包比不太多 打打也是投資蠻多 資源在進攻方面 但是突然防守實在是太不錯了 一直有把這個漏洞給補起來 這樣這個打打沒有太多機會 好 那這邊三級農田點下了 波蘭打一個 打打打一個最農 但波蘭明明是吃肉的文明 但是沒有點這個農田科技喔 這個怪的 有點反了 反過來了 這個農田科技可能也要趕快補一下 哇 結果在撒田之前沒有按 二級農田 就補了一圈大中原 沒尷尬 沒尷尬 好 那打打家裡也是 不錯發展 這裡有看蠻多射箭場 然後家裡還補下一個城堡 稍微做一個緩衝用的 好 那打打馬空繼續待殘 控裝馬空也好 欸 這裡有可能 好 那這裡有雙箭塔 守得還不錯 但可以找個機會 去把這個防音電台給頂下來 上升更高一點 好 突然出了十七隻的 戰錘兵喔 那這個奧布奇戰錘兵 是可以對單位造成扣防效果 雙防都會扣 每翹一下就減一次的防禦 可以讓敵人的防禦變成零 那我記得最早期的版本是可以編褲 但現在好像是 我這邊就是顯示Bug 好 那這邊減一下奧布奇 精銳升級奧布奇的防禦變得很高 這邊是2加2 那點完之後變加2加2次 喔 遠防還有6人的防禦 那弓箭射一發是4滴而已 所以其實奧布奇的防禦來說 還算不錯 這邊有像哥德爾可以到遠防死 至少有6還不錯 至少血量也是蠻多的 我覺得15滴血 而且他造價便宜 而且還可以破防 重點是可以破防 可以打對方步兵或騎士 都是有不錯的騎叫在來 基本上奧布奇什麼單位都可以打 就是工兵單位對他來說 還是有超好優勢 這個守藏的優勢 風箭 風箭 還是可以打掉蠻多單位 好 那總一招要點下二級農田喔 二級農田點一下 然後再點這個三級田 這個爆量就會更誇張 那總 看起來啊 那個破爛的防守 效果就沒有錯 那一手就有手過 那這個很難的防守 可能要再擰一下 會比較好 這個三級農田還是補下 更好 好 巨頭直接遠程開 大家看可不可以砸到一些馬弓 看起來有點太近了 欸這邊想要出來挖礦 結果這些村民就被射死 好這邊馬弓也直接 電視傷害死了一些 重裝馬弓血量還是蠻多的 有80滴血 看起來破爛有點難打喔 這個有點步步為隱的感覺 好 破爛這邊點下洛馬升級 還有這個青騎兵 跟這個跑速 停走 全部點下 那破爛再點下金罐的話 這個遺產 烈克提克遺產 點下之後 這個洛馬就會見他效果 好 那大洛馬快會出來之後 大洛馬會很難受 這個真的不好打 但主經一直被控有點尷尬 但還好這時候趕快轉出這個大洛馬的話 只要他一直再加一重條 還是有機會可以殺出重圍 那打打的話 現在有其他方式喔 就是趕快點下這個施護甲 然後再點下自己的補位木頭出來 鐵木耳工程術 點下之後就可以在城堡 造出這個鬼陰洛馬 不會洛馬的話 打大洛馬的效果很好 而且是擴散傷害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打打應該是要趕快途下 但目前打打絲 並不知道對方是要打一個大洛馬 現在他這邊長照 你看麻布石不錯 而且這邊是奧布錫在洛馬 他這邊只有看到奧布錫在前面 並不知道裡面一定有開始一隻洛馬 OK OK 那這邊殘清騎兵喔 大洛馬點下之後才中喔 OK 波蘭一騎兵來了 波蘭專服的一騎兵 哇 可能會中喔 哇 中了 果然 這個巨頭有點密集喔 大家這個弱點很密集 就知道這一台巨頭太妙 OK 洛馬 數量很多 但是打打還沒有投資 火運落頭的關係 所以現在要報復回復 有點困擾 好 這邊直接上來開戰 波蘭一騎兵 一些大爆砍 季頭 季頭直接被砍到殘血 季頭自拍 可能要直接爆開了 馬峰這邊 也被奧姿 直接的上來 波蘭的踐踏 算我太好了 血量掉很快 哇 直接踐踏 踩踩 哇 踩過去踩過去 大波蘭 洛馬就是這麼的強勢 你看 血量全部扣 群體傷害 超扯 血量一直在往下掉 掉很快 哇 這邊 這邊馬峰想要轉這個小洞 但是直接被這個大洛馬 包起來 看著踐踏上我 一直扣一直扣 大洛馬扣血的方式 非常的噁心 這就是波蘭一騎兵 最強的地方 而且這些兵 不用黃金 用兵用洛 就可以換到 這麼無恥居大傷害 這就是波蘭一騎兵的 歐軍輸出 哇 馬弓 換到剩下 短短的三隻 那城堡被打掉 之後別人的城堡 也要對弱路 敵人手中了 達達這邊 反應還來不及 也是用在 洛馬跟對方護狀 但達達洛馬是 比不上 波蘭一騎兵的 波蘭這個攻擊力 非常高 雖然防禦差了點 但是護狀來說 波蘭一騎兵是有擴散優勢的 但雖然不太多 打不太 稍微測一下 但沒有關係 波蘭好 這個大莊園 瞬間收成肉 肉馬上俯又起來 這邊巿頭 再打那些 馬狗 好 看這邊又殺出來了 所以我打出來 他說 這時候打完整隻落狗 落狗打這個 肉馬的效果就很痛了 好 這邊肉馬優先去解巨頭 巨頭是紅金單位 換到賺到 並且肉馬是無損的 黃金 好 不然只套這個大肉馬 不可以殺出這麼多 但我也是蠻不容易的 好 這波進來 趕快跑趕快跑 巨頭趕快出到城堡裡 這邊肉馬進來 遇到大量的一個城堡防守 好 突然一起兵 這邊想要來直接跑出去 跑出去 哇這裡有洞啊 克力血 好 破爛第一波守住了 那後續要怎麼打呢 自己黃金 可能還是要趕快搶回來 不然如果黃金 還是有點難打 反倒是 打打這邊 外面也已經是 挖得差不多了 礦產資源都是 紅蛙猛蛙的狀態 反而是破爛 我還沒有看到其他的 一個黃金點 目前破爛只靠這個 破爛一騎兵 就可以打出不錯的一個戰機了 奧布奇有在採 他看來就是要打一個 奧布奇加 擴戰單位的一個效果 這個想法不錯 用這個奧布奇先破吧 然後再用清洗兵 所以硬彈爆對方的防禦 破爛一騎兵 直接想要來爆馬兜 現在這裡有很大量的落鎖 落鎖打落馬很快 不行這張牌陣會失事 然後退一下 好 那打打也等下三級攻了 那基本上 攻擊都已經完全跑了 這一波交戰會硬打嗎 那奧布奇直接中間開敲 超了蠻多單位的 那時候撤退了 雙方向在跳恰恰 好 好 應該要回頭打了 因為這個鞋被逼了 被逼槍 過頭碰一下 出足屏 落馬出獲勞 後面的人打空 怕落馬被倒欺虧 但是這一排的落馬 全部都被OPPS敲光了 哇 遇上一次落馬 死體 奧布奇的近戰單位 能力太強了 步驟超級硬 那這邊再來過來 敲落鎖 因為落鎖直接被敲走 破血 然後落馬直接後面 一直開巨頭 就被敲掉之後 接下來過來 包馬跟馬跟人 直接爆一點 就算了些落馬防守 落鎖打得落馬非常快 但是奧布奇 殺出重蕾 前面的落鎖直接被敲很白癡 但是後面的奧布奇 還在軍武器 更多落馬走路過來 巨頭出口裡 在後面的主持戰彈 老公還在射 奧布奇 奧布奇 還在推薦 奧布奇 還在敲 越敲越多隻 走走走走走走走 如果我們再補個座啦 如果我們再補下更多單位嗎 好像很困難 三寶 走在前方 我們可以把自己賭進 搶回來了 有主金的話就有機會 右邊 這邊黃金其實已經被打打 打掉很多了 來看看全屁層視野一下 到底哪裡還有黃金 黃金基本上野金都被打打吃光了 打打真的是發大財流 波蘭這邊則是靠這個大落馬 撐下很多戰線 奧布奇這個單位很便宜 然後直接打個近戰 硬尻尻射這 indo馬 跟這個落馬 這戰術可以有欸 比奴兵的打法省很多 他這就是兩法一直去換單位 然後這邊大落馬直接往後包 奧布奇直接前面開包 好 戰場的一個變化 奧布奇正面直接前後包抄 哇 效果很好 前後包腳輸出空間很大 哇 這一波包得太完美了 大量洛馬跟洛鎖直接倒閉 奧布奇馬公主力還沒有倒光 奧布奇還在努力的敲 這邊打的也是爆出更多的洛馬 但是要爆洛馬來說的話 突然是不可能會輸倒 突然的大動物的效果很好 要是這邊有在點加三級前的話 立即收成好像四 四肉 就有四肉 非常多 這收成效果實在太好了 突然的人口幾乎一直在是滿邊狀況 四百多 四百多 八人口 直接吃到神寶下 關心又慢慢補出來 這個肉馬有點難比的感覺 這個肉馬有一隊在右邊這一邊 所以左邊這一側 雖然沒有阻力部隊 但是奧布奇跟陳寶的防守 還是幾顆的打打 這邊想來抓挖礦的村民喔 但是卻沒有在右側這邊有 挖黃金的村民 這邊肉馬過來 大肉馬過來踐踏 踐踏村民效果也很好 好 突然防守來說還算是滿OK的 這裡還把自己的門口堵起來了 肉馬 彈 拿那個肉馬也彈得很厲害 呵呵呵呵呵 就不用黃金兵 卻可以這麼強 整個藍衣襲兵就很浪費 很痛啊 太安心了 挑啊 挑戰效果 很扯 呵呵 好 那中間這一坨奧布奇 居然沒有在攻擊 有什麼習慣 怎麼沒有在敲 輕鬆戰崗魔術喔 哇 有點怪喔 後面這些肉馬實力超爆 阿布奇是不是會被拆光光 有點傷 突然這一波 居然有肉馬一直頂 那阿布奇也是有在出 阿布奇可能還是要趕快去用那個 比較用那個堅守感受 直接硬拆會比較好 好 突然補下更多的 馬就 要來爆更多的一個大肉馬 哇 終於想到要點這個輪根之路了 這三井農田有沒有點的很有差喔 對於這個破爛來說 哇 特別要守屍城堡是不是 哇 奧布奇守屍城堡也是很OK的喔 因為他是步兵單位 如果點這個作火技術的話 開的速度也是蠻快的 哇 這個血量 這個拆遷大隊阿 對於看到有個違建阿 我家領地怎麼有個城堡 違建 開除 直接拿這個大槌子 硬拆這個城堡 很可以阿 哇 直接拆掉 拆掉之後 前線再靠這個大肉馬 拖延時間 這個巨頭想要過來拆 但是被肉馬冰上 欸欸欸欸欸欸 很有可能會直接被一拆掉喔 我已經拆太髒了 奧布奇不來 想拆什麼不拆什麼 肉馬也拆 村民也拆 巨頭另外一個優勢 用這個服 又一個天然的反風力 肉馬要過來一拆的話 可能會直接被送光 但是拆得到了 哇居然貼到了 貼到了之後 馬上再敲第二台 哇 居然守住了 但這個肉馬跟上送掉了 馬上直接送到家裡了 多一點時間 然後讓後面的肉馬再出來 來現在有三級農田的關係喔 不過肉量補得很快 72片農田馬上要補出一堆 大肉馬 那右邊拆了差不多之後 再把自己的阻力凹不起來 帶回家裡 那這邊俯進的肉馬 直接過來拆一些村民 但是有一些弱頭跟肉馬來防守 應該還是走得住 哇 這邊越打越刺激了 但是打打已經沒金了 但是波蘭還有一千多金 哇靠 波蘭太有錢了 挖石頭增加額外黃金 再加上技術金 倒後石材挖 基本上都是在靠這個大肉馬 在抗戰場的 太無懈可擊啦 大肉馬 這個大肉馬真的是MVP耶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精彩的波蘭比賽 這個玩家應該是對波蘭也是蠻了解的 有想法有想法 好波蘭這邊一騎兵直接過來硬B戰 那這邊的話波蘭可以找個高地 利用這個高地優勢去直接跟對方硬開戰也是可以的 那中間就用這個奧布喜 然後用巨頭去抽拆 好這邊直接開戰硬點 但是你看這邊傷害 擴散傷害非常高啊 血量掉很快 對方的肉馬這麼不堪一擊 所以大肉馬又包了一次 對方肉馬對撞 又是波蘭的一騎兵的獲勝 不知道這個烈克皮慘 雨...雨慘真的太猛了 大波蘭一騎兵怎麼出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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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馬就突襲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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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那現在目前波蘭知道左邊約來有你的大量農田 待會很多落馬會往左邊送 就不會一直往這邊想要送 還是往裡面送 波蘭把石馬慢慢往前蓋了出來 要來確保這個木頭支援 這邊沒有木頭的話可能會被對方 直接碰木 哇靠 波蘭的肉已經4000多是怎樣 波蘭沒有送肉馬 然後肉馬是讓 4000多肉我們要打AI喔 好扯喔 這個是我平常打AI才會看到的肉量 我打玩家也可以爆出這種東西 然後那個突然沒有打這個貴局 這幾個特權 直接打這個大肉馬 這個打打有點怕被對手波蘭浩到沒有經濟了 看來波蘭真的是很適合的防守 難怪大家都說我防守玩的比較好 不知道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波蘭真的是比較適合打防守 只要能守著這個的話 後期這個殺傷力太強 這個大肉馬 無懈可敵 人拖後期就拖後期 就是這個概念 哇你看這個打聰明的效率多好 四刀死一隻阿 跟一隻騎士的當然也沒什麼差別 而且打聰明也有這個践踏效果 好結果這邊又更多肉馬淹了過來 這裡還有村民要被抓 大家村民處已經被逼到 剩下96村 這裡有更多奧布習慣 奧布習慣 可以直接拆TC也沒問題了 哇中間這邊技能想要抽賽 但是有三位直接來防守 奧布奇直接硬撕TC 後面大肉馬直接堵在這個位置 後面大肉馬直接堵在這個位置 PC開得很快 挑掉了 哇 手撕PC也手撕城堡 你差點沒錯 就是我大波蘭奧布奇 戰錘 波蘭真是這麼的萬能 打...打牆墓也可以 打奧布奇也可以 打肉馬也可以 他怎麼不能打的 對不對 出了手...手... 沒事 好不起 太香啦 他...他的火槍真的是不能打 所以... 說他不能打手槍 確實也是不能打火槍 火槍也是不能打 他圍的就是 已經不能打手槍 然後三隻肉馬這一波 又要打贏了 他打輸也沒關係 我八千多肉跟你換 呵 現在就是這個局面了 奇兵繼續拆村民 可以換肉馬 肉馬我也換得贏 凹布奇過來直接硬拆 去拆你的提示也可以 然後再用那個... 清奇兵去拆巨頭 想幹嘛就幹嘛 反正換完這一波 後面再換個... 八千肉出來 再給你換一波 如果有人來到這一塊的話 就很爽 但我們這邊上第四角 突然並不知道這裡有這麼多村民 欸? 終於要往後繞 突然意識到那邊可以繞是不是 終於沒有再往左邊繞了 開始發現 欸? 左邊的村民越來越少 應該是在往右邊這個位置 哇! 來了! 大肉馬突襲 肉區 跟木區 直接打出了GG 受不了了 這一區被打真是沒救了 來看一下經濟吧 這應該沒什麼意外 這個肉應該突破天際了 七萬三千肉 整整多了 快要一萬五左右 哇! 很扯很扯 雖然黃金 整整輸了七千 再加三千 哇! 輸了一萬黃金是不是 但是卻打贏這場 這個波籃 狗後期就是這麼的厲害 真是我大波籃 太猛了 後期跟鬼一樣 雖然前期這次打得蠻辛苦的 原來前期波籃被殺了十村 城堡時代 就整整輸了十村的經濟 但是卻後面慢慢打回來 這個波籃就是一個大暴農的文明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